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 欢迎杨子,那作为微博之业的老朋友,这次来参加我们今年的微博之业有哪些新的感受? 我就觉得今年比往年好像更加盛大了 其实台下有很多合作过的嘉宾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私底下聊些什么,或者约着一会儿一起组局什么的 就聊大家出发没有啊,说堵车,然后有人在那个地库等车什么的,就是还挺好玩的 你现在吃饭了没有? 啊,没有,今天没怎么吃饭,因为就是下午晚上有活动要穿礼服嘛,就想着就尽量不要吃了 好,那我们继续快一点问完,就是目前还有在忙哪些工作? 我现在在拍《199爱》一个电视剧,先不透露了吧,等到时候播的时候再说吧 嗯,那除了影视作品之外,今年可能会不会想参与哪些新的领域的工作? 嗯,目前还没有想过,可能还就是演戏吧 嗯,有自己特别想尝试的一些类型的角色吗? 嗯,对于我来说没有尝试过,都想尝试,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 嗯,明白,那目前其实已经三月底了嘛,嗯,今年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了 哦,不知道年初有没有给自己立的一些小目标? 嗯,年初就是希望踏踏实实的,今年把戏都拍好,然后有努力的在工作 然后也在努力的减肥,对,就是今年Lead Flag就是能更加的健康吧身体 嗯,现在来看算实现了吗?就走完四分之一? 正在努力中吧,对,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我觉得状态挺好的 嗯,明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回应最近关于自己的热搜 嗯,然后我们就看到一条有说村民以为养子是拍搞笑视频的 嗯,我那个我也看到了,别人发给过我 嗯,当时内心OS是? 我还蛮诧异的,但我觉得挺开心,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其实,就我是一个如果别人看到我视频开心,或者我说的话开心,我也会很开心的人 嗯,因为今天刚才采访的时候,像周深啊,很多老师都提到了 就是今天也在微博之夜现场有和张鲁云老师一起老宋吧 嗯,然后也被很多网友讨论,因为我们没有出过这个采访间 不知道这个大概是个怎样的节目 嗯,其实就是一个公益演讲类似于,然后昨天彩排的,我是昨天彩排的 然后若云是好像今天彩排的,我们俩时间没有对上 所以我们俩刚刚在台上属于是没有互相彩排,然后第一次上台 所以还是有点忐忑,对 但大家都觉得表现特别的好,特别的正愤 其实我很紧张,我很紧张,我腿一直在抖 就是,是已经习惯就是紧张的时候能够装作很台上自落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对,但是主要是因为底下很多的前辈老师们在 就是,因为你朗诵会给很多老师们听到嘛,是那种紧张 就会觉得怕自己朗诵的不好 嗯,有特意为今天的表演准备什么吗 我反正就一直在念那个记啊,读啊,那个稿子 主要是一上去以后,我不是穿高跟鞋也会有一点,就是心理障碍嘛 但是今天就是选择穿高跟鞋上了 然后那个刚进去,那个高跟鞋卡的那个舞台中间有一个缝 我就不敢动,然后腿一直在抖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底下黑压压的一片 我倒是觉得完了完了,我要晕了 然后可能,但是下意识拿起花筒,诶,发现自己还能出声 第一句台词还说出来了 但其实到最后,羡慕的时候我都是懵懵的 然后浑身还是在抖,主要就是那个高跟鞋 卡住了 对,就是我穿高跟鞋是有障碍的 现在就是对于这个高跟鞋的驾驭有好一些吗 嗯,就还那样吧,其实 就是,嗯,就是可能 这跟我恐高有关嘛,我不知道 或者平衡能力不好 反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反正穿上高跟鞋我就被控制住了 就那种感觉 这算是今天那个卡在内里的那瞬间 算是近期比较慌张的一个时刻 哦,非常慌张 我当时觉得我要完了 感觉非常好,真的 然后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互动环节 就是如果让杨子自己填一个关于杨子的今天的热搜 你希望上一个怎样的热搜 嗯,那就公益演讲吧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然后也是想把这样的故事 能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 其实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对,就是能让我来代表大家来演讲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很兴奋跟自豪的 嗯,其实已经上热搜了 等于心愿实现 哦,谢谢 谢谢